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决定我们遇见谁 三观却决定了我们流下谁 三观不合的人就像两条香蕉线 哪怕只是短暂的相遇 最后也会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 前段时间和一位读者颜鹰在后台聊天 她说前几天下班回家的路上 偶遇了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聊到近况 颜鹰随口抱怨了几句说 最近负责的项目赶进度 经常加班 结果对方听了竟然说 就为了点加班费 不至于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吧 颜鹰听后很难过 自己努力工作 谁知道在朋友的眼里 只是为了加班费 她刚想反驳 话到嘴边 还是默默地 把心里的话咽了回去 从此和诸位朋友断绝了来往 很喜欢村上春树的一句话 不是所有的鱼 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各自的人生际遇和生活经历不同 注定不是一路人 用不着翻脸揭穿 很赞同一句话 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最好方式 并不是争吵和崩溃 而是漠不作声的梳理 既然三观不合 也不能理解彼此 不如不吵不闹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做人赢在格局 输在计较 俗话说烙饼再大 也大不过烙饼的锅 一个人的成就再大 也大不过他的格局 所谓大智者必谦和 大善者必宽容 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 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很多时候 倘若过分计较一些 无关紧要的小事 反而是在给自己自寻无趣 要知道人生苦短 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与不重要的人和事纠缠 因为朝廷之争 苏氏曾被张敦屡次迫害 一路被贬 张敦甚至想把苏氏贬到 艰险的海南 让他老死荒野 好在 豁达如苏氏 即使在绝境 也依然云淡风轻 一笑置之 后来张敦被罢向 苏氏免罪回京 张敦的儿子生怕 苏氏回来会报复张家 连夜写信去求情 但苏氏在看完信后 回信中 写了这样一句话 但以王者 更说何意 为论其未然者而已 一切都过去了 就不必再提了 好好保重身体吧 他还给病中的张敦 送具药品 希望他早日康复 面对张敦过去 曾给他的伤害 苏氏选择不再计较 有句话说得很好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放过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卡奈基先生曾说 我们活在世上的光阴 只有短短几十年 但我们却浪费了很多时间 为一些一年内 就会忘了的小事发愁 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 常言道 道不同 不相为谋 真的不用翻脸 不妨大度处之 置之一笑 人生的高度 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 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东西 放下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记得看过一段话 至今印象深刻 在清水中放一颗糖 不会太甜 但放一勺醋 就会很酸 找到钱 不会太高兴 丢了钱 却懊恼不堪 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 高兴一整年 却可能因为一个创伤 郁郁终生 深有同感 人总是容易 对不愉快的事情耿耿于怀 而忽略那些快乐的时光 都说 人这辈子 最难走的路 是新路 最难过的砍 是新砍 有一个故事 一位年轻人 去向蝉食诉苦 他说 我总是放不下一些人和事 感到很压抑 蝉食说 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 是放不下的 年轻人说 可我偏偏放不下 蝉食取来一个杯子 让年轻人拿着 随即往杯里倒热水 水满了溢出来 年轻人被热水烫到 马上放开手 蝉食淡淡地说道 痛了 自然会放下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好事坏事 最终都会成为往事 不必放在心上 生活本不易 何必自寻烦恼 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我们自己 就像图格涅夫曾说的 凡事只要看得淡写 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了 只要不因愤怒 而夸大局势 就没有什么事情 值得生气了 我们每个人的心 就像是一个容器 放太多烦恼 就放不下快乐了 唯有放下别人的错 才能解脱自己的心 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 真的没有必要 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讨厌的人身上 给自己添堵 看不惯的人 用不着翻脸 不理会 默默远离就好 辽凡私讯中曾说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凡事过往 皆为续去 让过去过去 不拿别人的错 惩罚自己 余生很贵 开心的活好 每一天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 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 真的理解你啊 觉得学为你 疯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记得 一句话强 那都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